中国的发展绝不是为了超过谁 为了取代谁 中国的发展就是两个目的 第一呢 让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 第二呢 能够为地区和世界和平做点贡献 这就是中国发展的目的 那这个你有什么担心的呢 蓝豆公司很有名 我第一次和蓝豆公司的人 同台进行这个专家同台进行交流 他讲呢 说是因为 这个中国 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 我们切断了联系 我说你这个认知是不对的 如果说是你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 那我们现在还不可能恢复联系 什么时候切断联系呢 就是2022年8月2日 大家知道 美国的众议院的议长 佩洛西女士串访台湾 挑战了中国核心利益中核心利益的 这个底线 然后呢 我们采取了反制措施 所以说研究问题啊 一定要有权威性 要有准确性 我向蓝豆公司提出这个建议 这是你的